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位男生对张亦凡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新上场的15号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梁泰铭 今年27岁来自福建 现在是经济侦查部门的一名警察 同时也在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 现在集资诈骗的案子真的很多 而且受害者都是一些老年人 这些老年人都是哭着跑到我们单位来报案的 所以我也想借此平台呼吁一下当今的民众 一定要提升自己的法律意识 同时我也相信全国公安机关的警务人员 也会尽我们所能 把这些不法分子缉拿归案 谢谢 负责经济案件的警察 你对他的印象 我对那个短发的女生比较有好感 所以而且你今天穿的一身 很喜庆的衣服来 我会多关注一下你 谢谢 谢谢 我怀疑你看不太清楚 对吗 你看 他一看 我说你对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我说 我看爱情 9号 好 你下了的时候我第一眼 让我想起一首歌 短发女人也可以心肝和可爱 谢谢 感觉很好听 谢谢 多关注一下我 好 我们来看第一条片子 高乐 霸道 女神 滚轻 你能问哪个才是真正的我 我会告诉你 这些全包括 我是张一凡 来自天津 白天的我衬衫 西装 带人街舞 彬彬有礼 完美的全是这一个 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当夜晚降临 拿起话筒 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我 现在跟朋友组了一支乐队 每逢六日 相约一起 唱唱歌 写写谱 很享受那种下班 变身文艺青年的生活 说真的 女生还是应该有份稳定的工作 这样呢 也更好地找着对象 其实现在自己这样的生活 也跟家庭环境有关 生活在一个有情趣的家庭里 有个指导型的老爸 还有一个食食型的老妈 有一只混吃混喝的阿拉斯加 之前我爸一直不允许养狗 可真是养了之后 我发现他对狗比对我好 你们自己组的乐队是吧 你在里边是主唱吗 对 主唱 那既然是这样的 就现场唱一个吧 没问题 来 掌声欢迎 来 掌声欢迎 来 掌声欢迎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铁切 拿什么跟你做 比较才算特别 对你的感觉强烈 却又不太了解 却又不太了解 只凭直觉 你像我在被子里的束缚 却又像风捉摸不住 像手腕上散发的 像水尾 像爱不释手的 我 红色高的鞋 刚才是那个9号 是爱唱歌的是吧 对 对 对 小贵好久没举手了 我有点后悔 我有点后悔 不是 你为什么要穿成 这样子出来 就是因为我一看到 那个女嘉宾的那个形象嘛 我以为是做销售的 你知道吗 我就想玩来做销售的 你灯 啪 你灯 结果她是唱歌的 我可喜欢唱歌 然后结果你唱得这么好听 销售怎么招过你了 对 因为我觉得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职业 就是销售了 就每次睡觉的时候打电话 喂 你好 我是什么什么的 买套房 哎呦 挂掉 挂掉 然后每次都这样子 然后就对这种职业 我是敬而远之的 结果没想到你唱歌的 你还注意颜色 我是红色的西装 不是黑衣色 对啊 好后悔 我能把这个灭灯那个消掉吗 不可以 不可以的 不可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下一次灭灯慢一点 好后悔 好后悔 11号 我觉得你穿西装很漂亮的 我觉得很适合你 谢谢 那么你穿的是红色西装 显得非常的中国 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很中国人 因为我个人背景是 我来自德国嘛 然后我去了很多国家 可能未来也要会离开中国 你能想象这个 其实我就是的确是一个 非常传统的中国女孩 然后其实今年 我选这个服装 本身也是 我今年刚好是 马上到本命年 然后就是 你知道本命年的意思吗 你知道吗 就是36了 我知道本命年 真的知道啊 不不不不 孟老师 我到现在刚好24 我本命年还要等一会儿 好 等一会儿 等本命年还要等一会儿 你还不到24啊 我恐怕不是 等着下一轮 老外长得看不出来 王东 我特别喜欢你的歌声 因为我自己也特别爱好唱歌 没准以后咱们 你来唱两句 一起唱K 现在唱 在那桃花 老干部这是 我还可以走流行风呢 其实 然后以后咱们 我觉得可以唱K 然后有一个问题 就是曾经在有一本书 叫做《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边 张爱玲说过这样一段话 就是说每一个男子呢 他的一生当中都有两个 至少两朵玫瑰 一朵白玫瑰 一朵红玫瑰 所以我想知道一下 了解一下 就是女嘉宾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吗 可以啊 你觉得我属于白玫瑰 还是红玫瑰 第一眼看上人去 很多人都说自己第一眼看上很准 我这一点对自己 不是很有自信 但是从现在看来 我觉得你是一个 很有内涵的女生 她没谈过恋爱 她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我是双鱼座 是一个典型的 有一点双重性格的这种女孩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 我稍微的都占一点 但是我自己 她白天就白玫瑰 晚上就红玫瑰 其实啊 应该是这么说 你跟她谈恋爱了之后 她就变成了白玫瑰和红玫瑰 当中的一个 日子久了 就会出现另一个 张恋 谢谢 骗你人啊 骗你人 骗你人 晶晶记一家 晶晶记是一家 自己人 自己人 你也是骗你人 我是北京人 北京人 对 晶晶记是一家吧 晶晶记是一家 对 而且 对 我是生育老师 然后我自己也创作 对 所以我能感觉出来 现在的你呢 就是正是一个 在很努力生活跟工作 但是又需要被一个男人 去引领的这么一个状态 她刚才差点变成了写大塔的 好 我也来自北京 然后我也是本明年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问你 你平时说话有口音吗 是天津的口音吗 对 实际上 如果我说普通话的话 就是这样 然后要是天津话 我就纯天津话这样 嗯 后边就是接下一个问题 嗯 你介意我拿你这口音查你吗 我不介意啊 就是查多了会急吗 不会啊 他 抬好了 你别接了吧 来 看看他的情感经历 我一共有三段情感经历 第一个男生 不管是对我 还是对他自己 都特别地抠操 我叫他面条哥 有一次我们俩去吃饭 男生问我饿不饿 我当时有点小小情 就说其实还好 没想到他真的就点了一碗面条 我就在对面看着他狼吞虎 一样的吃完了一整碗面条 连正眼都不看我一下 这真的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于是我提出了分手 可是分手后我又在想 其实男生还蛮老实本分的 就去找他复合 复合之后就想慢慢改造男生 把他变成我心目中的完美男友 但他也有自己的主见 就觉得自己挺优秀的 就跟我提出了分手 可能每个先提分手的人 都会觉得有点遗憾吧 他也后悔了 但我并没有理会他 我不会向爸妈隐瞒我的恋爱 也不建议把男朋友带回家 我很希望听听他们的意见 对刚才那个面条事件 有人有什么想说的 6号 是这样的 因为一般来说 作为一碗面条来说 怎么能自己吃 这个事也是挺臭掉脸的啊 但是呢我想知道 因为你能放下一段时间之后 你又回去找他 我想知道他这样的人 既然这么抠门 还不顾你的感受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特质吸引你呢 我还是挺喜欢这种男孩的 就比较贴心的那种 贴心到把面条都自己吃了 是这一种 不不 刚开始他不是这样的 哎 我就特好奇 这个细节的事啊 发生这件面条的事 是你们俩刚认识的 还是已经正常地处了一段了 处了一小段 一个多月的时候 那就不是刚见面 对 就已经比较熟了 对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有可以理解的地方 比如说两个人已经是男 你们已经是男女朋友了 是 已经过了那个刚认识阶段 两人出去说你饿不饿 他说我不饿 对 他就是这么觉得 你想那个男的 那个男的要看了这一段 他也会觉得委屈 我至于吗 两人出去 我们俩谈了一下出去 我说到饭点了 我说你饿吗 还好 还好 那就不饿吧 那我就吃碗面吧 但也会发生这种事 就是夫妻两个一块时间长了 他说你看你也不不了解 我说我还行就是不饿的意思 你非给我点一碗 这不浪费吗 他也可以这么减 会有些时候 如果说你不饿 说我不饿 你自己吃你的 我自己会照顾自己 或者说我还行 其实是等待着你 你说要不要吃个甜点啊 你说这不是矫情吗 对 饿就是饿的吃 不饿就是不饿 不想吃 没错 没错 还行 因为大多数我说还行的时候 还能吃一点 亲爱的 亲爱的 我们吃什么呢 随便 你饿吗 还行 来 A选择 还行也来一碗 B选择还行 不用来一碗 C选择自己甜 你觉得哪个好一点 不是特别饿 你可以点点小食啊 就类似于什么 就是鸡块之类的 如果是西餐的 这样回答多好呢 他想不到啊 那就是他想不到啊 你想不到 你没想到说得细点 我也没跟他说 他也没想到多会点好 所以呢 不能说简单的毛病 就出在他头门 对 两个人都有一点 对吧 你多说一句 你多说一句 就没毛病了 男的多问一句 也没毛病了 你看是不是 就岔开内衣 我们不能把一盆水 都扣到那个面条哥头上 对吧 他冤死在那边 他也说不了话 对吧 我们是很善良的 我们得帮他说说 对吧 好分手的恋人 都是差那么一点点 对 就是拍子不准嘛 刚才我其实为什么 老盯着那个面条 那个细节问呢 其实恋爱当中啊 谈恋爱有多少 有多少原则性的 重大的人生观 价值观的分歧 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 没有 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但是呢 我就怕有些人 男女双方都会 就在这么一丁点的小事上 他一下子陡然把它上升到 某种原则性的高度 就会较真 哎 打男子主义啊 什么 这个 太小气啊 不关心女 对 他没这么严重 对吧 孙伟 对 刚才你有在VCR提到 你说你跟前男友分手了 然后又复合 你想去打造他 改造他 那就是在你的观点当中 你认为你的男朋友 哪一个缺点是你最想打造的 最想改造的 我很怕我男朋友不够自信 对自己就是说没有信心 因为这种东西是一个正能量的东西 女嘉宾很想知道的是 如果你觉得男朋友有点不自信 那你是怎么去改造他呢 如果不自信的话 我更多首先是鼓励为主 就是首先我一定要告诉他 你比如说咱们两个自信 你好棒哦 对 就是这个原则性 就是要告诉他 其实你有你身上的点 是我特别喜欢的 这个一定要告诉他 孟老师我再加一句 因为女嘉宾 我觉得我自己最没有自信的 就是我自己太瘦了 因为黄老师 黄磊老师 其实我知道你是一个 特别会吃的人 希望有机会能够带带我 这个跟吃没关系 因为就是 这是品种问题 品种 因为我今年的目标 就是全会夺冠 然后希望自己能 长个20斤 30斤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跟黄磊艺人给你15斤 大家都好了 15斤 我要求20斤 那凭什么呢 对不对 我跟你说 这是个很好的话题 黄磊刚才问了一下 我倒觉得你这么想没有问题 一点毛病都没有 就说我想改造一下我男朋友 但是从生活经验上来说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不一定对啊 我说的是 有些条件无法更改 身高 年龄 家庭背景 这几条你没法改 它就来自这个家庭 改不了了 是 在可改变的那些内容当中 比如说你现在经济能力差一点 我奋斗啊 我努力啊 能挣更多的钱 对吧 但是想要试图去改造一个人 这个事情 第一 难度极大 成功率极低 与其这样 比如说我希望一个男朋友 有幽默感 打个比方 我希望他有幽默感 你发现你找的那个男朋友 样样都好 你全满意 就是缺点幽默感 你就想 那我就好好打造他 打造他的幽默感出来 与其这样 你不如换一个 我就直接去奔那个 找那幽默感的去 你与其打 你往哪打造他呀 对 你天天倾听800遍 过得刚才向上睡觉 他也不一定有个幽默感 他是不是那样的人 对 所以 要试图去改造人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人是会变的 你别说年轻人 我40多岁了 也有可能变 但是我们的变化 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内在的动力 而不是说 别人希望我怎么样 他可以 运动员 我们在职业当中 教练可以把他打造成什么什么样 演员可以被导演 打造成什么什么样 但是在恋爱当中 我们要改变一个人 其实难度非常大 对 是 我原来在婚姻当中 很希望改造另外一班 因为他工作忙 出差多 家庭照顾得少 我就经常找些时间 要跟他讲话 希望他多陪陪孩子 可是那个都是我愿意 对 那个是有关于他事业观的问题 其实是不能改变的 于是我就想改变我的孩子 对吧 我希望你好好学习 你学这个 学那个 我发现连孩子我都改变不了 所以我觉得世界上 人和人之间 大家是不能改变对方的 但是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影响 仅仅如此 而这影响也不一定是主动的 对 不一定是主动 他可能就客观地就影响了 让他自发的 对 看下一条 韩范给我的印象呢 是非常的善良 非常的招人喜欢 在生活中呢 他其实也是一个 对工作 对所有所从事的事业 非常认真的一个女孩 从小的时候 喜欢跳舞 唱歌 我觉得他还算是一个 比较多才多艺的女孩 女孩子嘛 我认为相来说比较女人一点 有的时候他太男人化了 太大德烈烈了 1号 因为你还算挺年轻的 所以我想知道 你对动漫游戏 Cosplay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是平常玩这个 所以如果两个人 没有共同话题的话 也可能比较费劲在一起 说实在的 我对Cosplay这块了解呢 不是特别多 或者游戏也可以 很少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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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给我做点评的时候 我看大多数都只是觉得很自信 我其实还不只是就是外表看起来的 这么干练啊 这么的 其实内心还是挺小女孩的一点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莉莉黄豆看得见的 《海天黄豆酱》 独家冠名播出的《非诚勿扰》 《海天黄豆酱》 怎么吃都好吃《非诚勿扰》 有好吃不上火的港中征探斗 独家特约播出 在观看节目的同时 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 发现选择摇电视 可以实时查看台上任意男女嘉宾资料 同时可以进入报名页面 直接报名参与《非诚勿扰》 报名可以通过珍爱网 百合网 世界家园网 或者现场报名 欢迎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有请下一位女嘉宾